昨天,5月24號,香港近幾千人 紛紛走上港島的萬載和銅鑼灣市中心地段 爆發了抗議大陸強行推動國安法立法草案 引發了警方大規模的鎮壓 最終據新聞報道大概逮捕了一百多個人 香港去年,報應於德國反送中條例 引發了長達好幾個月的持續大規模社會抗議 多次出現上百萬人的遊行思維 本來,後來以港府撤回送中條例 基本高一段落了 沒想到,在今年年初 一直到現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 導致喜怨於中國了 本來大家以為,退遲兩個月以後 北京當局仍然強行要在北京召開兩回 應該當務之急事 討論如何應對疫情引發的經濟全面下滑 普遍事業等一系列名聲問題 更不用說,海外有許多國家 紛紛還要向中國追責 但是沒想到,出乎外界意料的 這次兩回突然之間 北京當局又強行推動了國安法 就直接繞過了基本法23條規定的 香港有自行立法來解決國安問題 並且,相關動議的草案細節流露出來 外界的幾度是有很多求後算賬的意味 所以在昨天的香港遊行當中 好多人喊出了香港獨立的口號 在六個年以前,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 香港,哪怕在回歸前 從來也沒有提出香港獨立 但是隨著近幾年 北京當局一系列 社會的對港制政策 導致了,尤其年輕人越來越 從大陸離線離得 所以本來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香港的六個體現在被當作年輕人 從口號來喊的 我個人第一次到香港遊行 我記得是30年前是1990年 當飛機從上海飛到香港 當時還是騎的機場 我當時還很激動 第一次出國嘛 當時香港還是近外了 在英人之下 是一個多麼璀璨的東方民族啊 當時我才20多歲啊 大學畢業才兩年 印象相當深刻 對香港是印象很好 當然,那時候你可以說 上海比香港落差比較大一點 還沒有發展起來 那現在可能情況完全兩樣 但是香港的基本的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 遠非大陸任何種掃币 但沒想到 這麼樣一個重要的東方自主 這兩年 經濟履履滑坡 但是港人最大的需求 還不僅僅是對自己經濟處境的不滿 更是對大陸對他們已經習慣了的 很多自由民主權力的剝奪 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 所以這次出乎大家意料的 本來說好不折騰的北京大局 出來又折騰起來 繼續在去年錯誤的制裁政策上又走了一遍 它引發的結果 要看下週晚些時候 估計是5月28號吧 看北京、人大初步對著東安的表決結果 我估計在全球 包括美國和俄盟 尤其是英國的反對抗議之下 估計 北京大局可能會暫緩通過這一動案 要不然 引發的結果就是 可能 美國引導 西方主要國家 會撤銷香港 超難的在獨立關稅地位 那麼這樣 香港的基本面就會得到徹底的開關 香港就不服其歷來的重要的國際自由經貿易 這個忠心之一的地位了 但願這樣最壞的結果 不要出現 否則 七百萬卡人 受當其害 回望過去幾十年 香港 走到今天這一步 確實是 北京方面 完全違背了當時 跟英國政府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關於香港 實行一國兩制政策的基本國策 上 北京是違背了諾言 鄧小平 曾經說過 香港政策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以後 也不需要變了 這是他當時告訴李嘉誠的 但現在 五十年一半 二十五年都沒到 北京就急於撕毀 這個面目了 跟當初大家良好的期望 說不要搞一搞兩制 要搞兩制 就良好的制 既然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 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好的話 那麼何不把它推廣到全部大陸去搞呢 對吧 何必要搞兩種制度呢 應該從善路由 哪一種好 就有哪一種 但現在看來 良知沒有達到 確實實行了一國一制了 基本就在大陸裡找辦法 全部搬到香港去了 令人不勝唏嘘 願上帝保險香港